我們是不是有請蘇秘書長 好 我們現在請蘇秘書長 秘書長 老天好 秘書長 您真是千呼萬喚死出來 如果不是為了省預算 大概您也不會想要出現在這個地方 尤其在這個時候吧 這是體制問題 為了預算我一定會來 秘書長 您也知道最近這段時間 為了整個開放美國的進口的事情 弄得這樣人心恐慌 不管我們待會來就事的內容 來做一些探討 這個之前 你覺得你應不應該為整件事情 造成國內 國人的恐慌 造成這麼多的討論 事先沒有疏通 沒有解釋 來表示 您的歉意 您覺得您是不是應該道歉一下 這件事情 政府相關單位 大家考慮了很久 基本上都是以國人健康 安全 考慮很久 還搞成這樣子 那就更嚴重了 你認為這件事情 政府一點說都沒有 已經考慮很周詳 所以一點說都沒有 沒有任何需要表達歉意的地方 我還沒有講完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 我也認為當初溝通可能是有不足的地方 可能是有不足的地方 對 我們也表示歉意 其實 民主長 我覺得你今天應該學真子 應該學真聲 要無日三省無聲 我看你 除了這個道歉還有另外兩個人 第二個是 為了10月28號 竟然可以偷偷摸摸摸摸 站在那個角落 拿個手提麥克風 說 詳見書面資料報告完畢 這樣子藐視國會 真的是莫死為勝 你已經創了中華民國立法史上的一個紀錄 我想高委員你很清楚 我是不得已的 這個部分你不需要道歉嗎 我非常希望能夠像今天這樣站在這裡 但是我非常的不得已 我想原因你非常的清楚 你還是你還是已經創了一個先例的 你很遺憾 我非常遺憾 由我來創這個先例 至少你可以不用最後喊了一句 等一下得意的喊你去那個報告完畢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前面有說 我說請這個書面 請各位參考 第三個為了 事先 就是說 議定書的效率大於國內 修法也沒有用 事後 現在試圖把黑手伸進 立法院 去影響 即將要修法的國民黨黨團 就這部分 您也不覺得要反思切意嗎 什麼 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說 最後 就事前 好 兩黨黨團還沒有協議要修法的時候 就放話說 議定書的效率大於國內法 修法也沒有用 這件事情 倒也不是這樣說 我 你有沒有這樣講過 我個人 你有沒有說過議定書的效率大於國內法 有 我個人是這樣的看法 那修法沒有用 沒有 我個人是這樣的看法 我們前幾天那個 那個常委寫上那個是成效 我個人是認為議定書的效率大於這個 國內法 但是我也知道這個問題呢 各方面有不同的見解 這個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於國內國外也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麼這個問題 假如最後有必要的話 我們也樂於讓大法官來解釋這個問題 那不管是就哪一個版本修過了 明顯跟這個議定書抵書那怎麼辦 你要解決 你不能說現在這個時候 不是考試啊 不是這樣你提假說以說啊 假如說 給這個 現在馬上要修法了嘛 你現在要修法完畢嘛 那怎麼辦呢 修法假如抵書議定書的話 恐怕會有 相當大的 嚴重的後果 那麼 這個嚴重的後果 可能包括我們整個國際的信譽受傷 包括我們跟美國的關係受傷 包括我們這個 違反WTO相關OIE相關的規定 所以後果是蠻嚴重的 我會請高委員 其他的委員 甚至我們很多委員都提過 黨團也提過 很多你都是在恐嚇 都只是在 用這些沒有根據的事情來恐嚇 但是不管 我們先從頭來講好了 好 我們所簽的這個東西叫 意定書 沒有錯吧 對 Protocol of BSE 沒有錯吧 Protocol 中文叫什麼 意定書 意定書 對 那Protocol算不算條約的一種 廣義的條約 對 廣義的 那如果條約的話 那為什麼您說這個東西不需要送立法院呢 條約有很多種 所以我就說這個在 即使在學術界看法都不一樣 廣義的條約 最高的是條約 再高還有convention 還有一堆 再下來agreement 很多名詞 根據憲法 它是屬於哪個定位 是有討論的空間 這個 可是我個人的見解 我也知道也有很多法律的學者 是支持這樣的看法 當然也有反對的 最基本的 您認為它需不需要送立法院 我認為應該送立法院來查照 查照而已 為什麼 根據來講 按照我們現在的現行的規定 是送立法院來查照 哪一個現行規定 條文我一下子講不起來了 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 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 對不對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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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我記不得 你連這個都記不得 我沒有辦法記這麼多東西 我沒有記錯的話 您是政大外交系的 我的這個記憶力 你大學就不用說 我沒有辦法背每個條文 抱歉 如果是外交系出身 又出國念了政治學博士 那 也當過 這個陸委會 現在當國會民主長 你連 連連連這個名稱都不知道 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 今天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準則 讓你們 可以為所欲為的說 這個東西只要送立法院查照 我跟你講 那個 民主長 你真的回去還有念念書 你說這是廣義的條約 但是 你今天認為他 只要查照的原因是什麼 他不是條約 他是協定嘛 所以你才依法嘛 對不對 沒錯吧 不然你知道 一哪一條 一哪一條說他只是查照就好 這裡面規定啊 有的叫條約 有的叫協定 如果條約 要送立法院審議 依據憲法六十三條 如果協定 可以 合背 好 第十條 協定應於親屬三十內 所以你 你認為他是 他是協定啊 所以才用 才是查照嘛 不用審議嘛 對不對 要不然是三十天的審議吧 沒有錯吧 你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吧 不過我們基本的態度是 認為他這個 我覺得 你現在就是 你現在跟我講說 他是送來查照就好嘛 讓委員來 來查照 不過委員假如說 要 要用 這個大院決定做任何處理 你們自己要決定 你協定 我們也都可以尊重 你不是說 不是送來隨便我們怎麼樣 是你今天一直把它當成協定 你才送過來的嘛 對 我們是認為他是協定 所以把它送 送了立法院來查照 對 民主長 那你書真的沒有念通 我特別帶了三本書 國際公法 導論 這個 將防止 第142頁 那個條約 包括 議定書 Protical 條約 法 公約西論 陳志士 我看你應該也上過他的課 你們那時候如果你有看到外交系也上過他的課 好 第4頁 也明定 Protical 是條約 秋風達的現在國際法 160頁 通通講 他就是條約嘛 你現在把它認定是協定 我說是廣義的條約啦 這是國際法裡面廣義的條約啦 對 問題是你現在把它當成協定 你才說是查照嘛 呃 然後 我剛才說過我們的立場 對 你們立場就違憲啊 而且 根據 大法官44329條解釋 他還明定 說 這個 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 違憲 這個 這個 而且還就是你依據的 第七條 第九條第一項 明顯違反憲法六十三條有關 賦予立法院以條約審議權之規定 然後依憲法第172條規定 命令或 憲法 呃 命令與憲法或法令抵觸者無效 就他只是這個命令而已耶 你現在依據的 是一個外交部 外交部所頒定的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 法官都已經明白解釋說 他是抵觸憲法 結果你現在跟我講說 那 我們只是送來審議 送來查照就好 你這樣的 然後甚至還講說 這個議定書 的效率高於法律 因為這樣 我們現在要釐清的就是說 如果 你事前說 這個反正查照就好 你們要改正你們的事 然後說 現在又說你們要修好是你們家的事 然後 又講說這個東西 他的效率是高於國內法律 那你不是把我們整效 我們一堆人在這邊 那我 這樣子 我再很完整的跟委員報告一次 就是說我們的看法 這個是屬於廣義的條約的一種 那麼 我們是 認為是 應該是送到立法院來查照 不過呢 你這件事 你這件事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打電話給林議士 你有沒有透過黨團去 去影響他們 我可以把我剛才那個講完 就是說這個定位的問題 現在有不同的爭議嗎 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 這個問題呢 我假如說 哪位要提到大法院委員來解釋 今天是說到立法院 立法委員在這邊 說這個法律有沒有用 你現在跟我講說什麼 廣義 還假說 以說 馬上我們就要修法了 馬上我們就要刪 就要刪讀了 結果你現在跟我講說 這個 有爭議 這個 理論上 我現在不是說 絕對的不行 我現在跟委員報告 你最後回答我這個問題就好 你有沒有試圖 你有沒有 事後還委 像今天報紙寫的 少爺協商以後 就抓狂了 就要求國民黨黨團 不管是未來修法在文字上打混 或者是說 絕對不能有抵觸的這種 超爺協商的那個 結論的第二點 談到說 禁止 禁止那兩個字 那兩個字 假如放到那個 議定書裡面的話呢 我認為被解釋為 違反議定書的 這可能性會非常的高 請高委員 請各位委員慎重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受不了是 整件事情 真的讓我們看起來 就是說你們根本就是去 打了一場鴉片戰爭以後 簽了一個 不平等合約 你這個說法我不同意 這不是你同不同意啊 你整件事就讓我們覺得說 馬英九就像慈禧太后 不是 有差別的只是 你是李鴻上還是李聯益 你上個禮拜你講 對啊 你是李鴻上還是李聯益 我非常抱歉 你這個比喻 我非常不能夠接受 這個比喻我覺得得到很多 我非常不能接受 我覺得在神聖的國會殿堂 做這種人身攻擊 對台灣民族的傷害 什麼叫人身攻擊 對台灣民族的傷害 絕對超過百億分之1.5 當年李鴻上也絕對 絕對絕對他是為國盡忠了 但是我看 事後 我不能接受 事後說不是 你我今天在這邊可以爭辯的 我非常尊敬 未來歷史上 你會不會當成一個李鴻上或李聯益 我想 都不是你在這邊可以爭辯 你傷害我是小事 傷害台灣的民族是大事 傷害絕對超過百億分之1 你現在傷害不是台灣民族 台灣人民的健康 台灣人民的尊嚴 你正在想想 這 整件事情 已經 讓整個國人 造成這麼大的恐慌 百萬之八十以上 民調的反對 結果你還可以真正有實 我再症狀的跟你講一遍 未來你會不會變得李鴻上或李聯益 不是 你今天在這邊爭辯就可以了 我看 我們讓史學家 來決定 你的功過 這樣最公平 好不好 任何功過都可以由大家來判斷 我都樂意接受 但是人身攻擊 我想很抱歉 這個我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我們時間到 我們現在請邱毅委員 給我 quien對你來做 然後你去看 怎麼不 我收到 你平衡 我來吃 你吃 你吃 我不去